上周的热点发生在太平洋的东西两端,主角都是美国,可以说火药味十足。 在东太平洋美国本土,美国国会公布了2019台年国防法案协商版本全文。 总体来看与此前参,众议院通货的版本相差无几。 总体思路依然是持续增强美国武装力量,这里面有几个火药味十足的重大观点值得关注。 一是更加强调对抗俄罗斯,美国防部长马蒂斯曾表示,俄罗斯还在继续推进现代化,投资新型飞机、潜艇、装甲、太空对抗和防空系统等各种军事能力,同时也在进行成规和和打击能力现代化。 这些投资和活动专门用来限制我们的兵力投送能力,削弱美国联盟尤其是北约的信誉。 这一观点在法案中得到安全体现。 政策指导上,法案强调禁止美俄军事合作,禁止承认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。 同时,法案还明确表示,将资助特朗普政府开发弹道导弹弹头的计划,和向乌克兰提供2.5亿美元的防御性援助,并且还将为欧洲提供63亿美元军事支持。 对此,美国厂助联合国代表黑力,在接受采访时说,华盛顿不相信莫斯科,俄罗斯永远不会成为我们的朋友。 二是更加强调遏制中国崛起,与前几年法案中,关于从军事领域抗衡中国的描述相比。 2019年法案法案,要求特朗普政府从政治、经济、安全等各个方面抗衡中国,特别指出了要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使用华盒和中兴的技术,也禁止与美国政府有业务关系的尸体这样做。 表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遏制已经上升到全方位战略层面,这也与现实中发生的贸易战等情况十分符合。 三是更加强调加深与台湾的关系,台湾依然是美国牵制中国的一枚重要棋子,法案用更多篇幅来描绘未来美国与台湾地区关系的发展前景。 可谓一大特点,指出,美国要加强与亚太地区,包括台湾在内的军事伙伴的关系,并且要提高台湾防御能力和军力准备,扩大联合训练,对外军售,还要强化美台关系,加强高层军事接触。 不过,此前参议院通过的版本,所写美军英式当参加台湾军演,熟年度汉光演习,改为推动美国和台湾地区,进行实战训练与军事演习的机会,从具体到模糊,表明了美国对台湾问题,仍不敢太过放肆。 总体来看,美国2019参年国防法案协商版本,秉持了美国国防战略一贯以来导向,极加强之被维护霸权,但上述几个主要的变化,也反映了近年来美国国防战略的重大扫折,从反恐转向大国竞争。 这也是去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主要观点的体现,需要注意的是,一旦美国彻底转向大国竞争战略下的军事战略轨道,面对普京复兴俄罗斯的战略思想,冷战因云很可能迅速急剧。 而其中,威胁最大的和音云依然是主体,江木光一致系太平洋夏威夷岛海域,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0118多国联合海上军事演习,进入密集时代大把阶段。 这场25国的46艘船,5艘潜艇,200家军机和2.5万人参加的年度演习,同样火药威十足。 此次,美国奉献了退役的拉星号坦克登陆舰,和佩里吉护卫舰作为把舰,在美日欧欧等国群欧下,两艘不得善终的舰艇,缓缓沉入海底。 值得一提的是,自此事弹打版,首次出现了美国陆军的身影,提发射到NFM陆基金却制造反舰导弹,准确命中拉星号,虽然并未造成实质性伤害,但其潜在含义非常明显。 表明美军也拥有了强大的暗击反舰能力,这意味着美国陆军,很有可能在太平洋岛屿上不出反舰导弹,目标是谁不言自明。 毕竟,美军称,这次试射要引起中国的注意。 不过,从这次时代打版的效果来看,美日澳等国的反舰导弹,似乎不那么给力。 5100吨的拉星号硬是顶住了十余枚反舰导弹和火箭炮的攻击,最后才被一颗老麦的MK48重型鱼雷送入海底。 更有趣的是,台湾地区海军夜间接地参与到了环太军眼当中,不过却充满了尴尬,因为,此次首身就役的两艘把剑,是台湾地区海军的宝贝疙瘩,拉星号所属的新港级坦克登陆舰,是台湾地区海军现役主力两栖舰艇,共两艘,军事1997年从美国租界而来,佩里基就更不用说,成功击倒大户。 不为舰就是以前准备来本设计建造,去年台湾更是在从美国构建两艘,虽说台湾的武器装备,一直以来都有剪较的习惯,但现役主战装备在同一片海域不远处,竟被当作把镖也是头一次,兄弟舰艇看到了估计十分扎心。 一方面,充分暴露了台湾地区之力孱弱,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的本世纪初,台湾地区想对大陆军力有一定优势的话,那么,二十多年后的今天,两岸军力已毫无可比性。 特别是今年来,随着中国海军航母编队逐渐成型,中国空军人海训练日益成熟,台湾倒已被拿入中国海空军训练场地的一部分,战场的属性正在快速流失。 另一方面,充分暴露了美国紧抓台湾的野心,把台湾地区海军主战装备拿来公开修路,实在向前者传达一个信息,装备落后了,该买新的了,这里面固然有拿台湾当任大头摄取经济利益的因素,但背后的战略指向却是重塑台军以更好的兼职大陆。 下面提到,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合作,是美国未来军事战略重要一环,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军事技术方面的合作,面对当前台湾地区军队全方位落后大陆的现状,美国一定不会做事不管,所以才有了提供爱国者三导弹和潜艇技术,以及出售NEAI主战坦克的计划,综合上数两个火药味十足的新闻热点。 美国正在大国竞争战略下,努力加强印太之间的联系,未来,环太军演更名为环艳渡洋太平洋军演也不无可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